長期說的通脹揮之不去 經濟增長又不是很快速 就屬於這個class 現在是有點像這樣的情況 有觀眾想問 待會就公佈了PCE 這次對PCE有什麼看法呢? 這些東西不跌得很多 開始上升 就是reflate 這個之前都說過 見到CPI都出了 已經有這個跡象 因為每月出的PCE 越底出的 CPI就越中出的 都是出回上一個月 如果CPI都出了是這樣的方向 PCE大致上都是跟著的 就是維持這個位置不太上又不太下這樣 overall那個會上的 我相信 overall那個就可能差不多了 或者有一點點 但是overall那個會上的 整體可能再過幾個月 整體所有通脹都可能會有上升壓力 是 其實現在算不算是屬於滯脹的一部份了? 那個影子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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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衰得出的就叫衰退了 衰不出就滯脹了 現在有很多經濟體都衰退了 就是上升壓力就衰退了 按他們按季的收縮 那當然你說如果按年就還沒衰的 但是就是都問的了 如果你按年的增長呢 很多地方 現在說聲稱按季連續兩季縮那些 都已經是 按年的數字都接近零的 可能再過一兩季就不定了 現在美國上次出了GDP都3.2% 那個按季的 那個按季 按年那些 不記得了 按年都比外圍好的 但是有時候GDP就很壞 某些地方突然間失速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 他失速那個比例會是怎麼樣? 就是譬如你在失業率上面 你可以突然間可能是一個大直覺這樣插下來 就是升上去 是啊是啊 不是GDP爭取了一個大直覺這樣插下來 我就是跟 失業率又突然有一個直覺這樣上升 是這樣的 你看回之前的需要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看到沒有東西不等於明天沒有東西的 就是這樣了 沒辦法了 等於下雨一樣 你讀多少資料 你都回答不了下個星期下雨的 你說如果那個失業率維持在4%以下 是不是已經認定是一個滯脹呢? 失業率不升 就是不衰退 我的滯脹其實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的 就是通脹加一個外制 外制是用GDP定不定 還是用失業率定呢 這個就不知道 我都沒見過一個很權威的說法 就是一個感覺 如果你長期說的通脹 揮之不去 經濟又 增長又不是很快速 就屬於這個class 就是現在是有點像這樣的情況 都不是一個很嚴謹的說法 你譬如衰退這樣連續兩季收縮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嚴謹的說法來的 就是按季縮 按連縮都沒有人講過了 但是如果你滯脹更加沒有很硬的定義 通脹漲到多少 跟著那個滯脹都怎樣 哪一個數據去當它滯 滯到什麼號碼才叫滯脹呢? 沒有這樣的定義 反而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那個國家衰退 那它的貨幣是不是一定會下降 還是都是看外圍整體的衰退程度呢? 大家不同國家之間 貨幣是不是跟著 譬如如果美國衰退 貨幣是政府決定的嘛 開銀子機 開幾塊它說的嘛 那當然那個是合意的 那個港義貨幣就要看借貸的循環了 如果經濟是暢順的話 借貸是OK的 都不會太慢的 通常你有通脹呢 那個貨幣流速都不是太低的 所以貨幣流速有在的時候 那個借貸都不會特別大 那也都是正正因為有個通脹 就是一直在反映一些東西 那就令到經濟就算衰得好 都不是衰得好交關 所以通常如果你有一個 相對高一些的通脹呢 你會發現那些衰退不是很深的 那個跌市也都不是很深的 就是會相對淺一些的 但是就耐磨了 磨磨磨磨磨磨磨 反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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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好像現在這樣 閹閹閹閹閹的 相當長時間閹閹的 那大家就會擔心了 壓力測試撤走了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 對那個成交系有幫助 還有這個帶來的那個隱憂 就是會不會 就是有些 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壓力測試是一個風險管理來的 就是這個風險管理的措施 就不應該為了托市 撥一些人去火坑 那越來越好內地的做法 就是可能三代一起供樓 遲些 是啊 你根本是至於市民 這個危險的境地 就是你壓力測試或者對銀行 你對銀行有 監管機構的銀行壓力測試 銀行對客的壓力測試 這個是一個風險管理來的 嗯 你政府 你可以對樓價有個看法 但是你不可以 就是 將你的看法 寫在大家那裡 譬如你認為樓市已經是見底 你認為大家可以入市 接著撥大家入市 就是政府不應該做這件事 他做這件事 他已經是整個 整個共產的意識 是擺出來的 是 但是你沒有了壓力測試 所以我就在想 會不會那個 就是系統性風險又怎麼看呢 就是你內地就明知道 都要一起背 但是香港的銀行不是的 你不會 什麼一起背 就是 如果有事的話 都是要預約出來幫忙 那內地的銀行是有這個責任的 但是你香港的銀行是 如果你香港銀行有系統性風險 你都是一起背的 萬一有哪間銀行有什麼移動 你猜你真的拿得回 都是一起背的 政府賠 50萬包底 怎麼賠 現在你全本保障都有上限的 不是全部給你的 沒得賠的 就是你有些事情上來 就是你的投資失利 因為這個 但是 政府那邊就有個說法 他覺得減 就算沒有了壓力測試也好 他認為現在的 就是其他銀行等等 對整個 去判斷貸款等等 那些其實是 本身那個 是很成熟的 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風險控制在 不可以這麼說的 那你這麼說 現在整個銀行 看來金融行業這麼成熟 那你的監管機構全部關門 就收拾了它 是吧 大家都這麼成熟 就不用你這個監管 只關了機構 就收拾了它 叫正金關門 叫機MA關門 是吧 是吧 大家現在香港人都很成熟 請了警察幹什麼 就炒了它 收拾了警察的笨 你不是這麼說話的 就是風險管理就是風險管理 就是風險管理 有的那些事情 有的原因在那裡 是吧 打橫說 就是反而壓力測試 就不應該是撤走 反而可能是 那你怎麼知道 每個客人不同的 譬如你騙來買樓這樣 要錢萬貫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你假設某人走去 不是的 他真的不行的 要強行買 那你輸了怎麼辦 有它消散跳樓嗎 或者有它製造一些社會問題出來 不是這樣的 負資產 就變成銀主款推出來多了 那這個風險是銀行的 大哥 你如果每個客人都是這樣 是吧 借完之後 不還怕那個屁股 那你銀行是得了的 嗯 那這個風險是在這裏的 不是在個人裏 就是在銀行裏 那你買樓是在做槓桿的 就是一個槓桿借貸 那你當然要 資產審查 審身家當然要做的 基本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你要有監管 有阿里薩克斯 就是因為銀行怕它 把關把得不好 你才有的 既然你覺得銀行把關把得這麼好 那你弄個證監 弄個什麼來做什麼 撿了它就撿了它 是不是 然後你會在擺動 撿了它 我可以去除肉 你會做什麼 那你會做什麼 撿了它 撿了它 你會把盤子 就要找到 鹿子 你會忘了